医生 医生 救救我的孩子 医生 姐姐 裴总说了 让你打掉这个孩子 他不会让你这样的女人 生下孩子进入陪家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要见莫言 想见莫言 小子 我还要 这大出血 这大出血我也没办法呀 要不你还是听天由命吧 莫言 你就安心 我会好好照顾你 裴总 姐姐说她对不起你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她要打掉孩子 跟自己的初恋去国外 莫言 你真的忘记我们的月经了 总裁好 这才是你们的总裁 总裁 这个合同您看跟哪家公司合作 我觉得裴是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一个亿的小事 就别来烦我了 等等 我们 这种事 还是找医生吧 你走吧 别打扰我和妈咪的生活 是 有两个优秀的宝贝 也是一种烦恼呢 妈咪 我们走吧 走 去给你们爹记的订婚宴 送上一份大礼 林家和裴家联姨 以后就是云城顶级富好了 以后还得多多照顾我们家呀 那是自然 要我说 还是羽毛厉害 能得裴总独宠 一般人啊 可没这个本事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你没长眼吗 那我换了你赔得起吗 对不起 这块玉佩 我必须保护 陪莫言失忆了 靠着她 我才能冒充莫言记忆中的那个人 我们家羽毛 天生理智 又贤惠 那以后肯定是 裴总的贤内助 妈 您都把我夸上天了 不过 以后 我肯定会好好照顾莫言的 这孩子 整个云城都找不到几个 这人到底是什么成分啊 有些账 该好好算算 来 来来来来 干杯 来 林云 你不是 我没死 你很失望是不是 姐姐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听不懂 七年前 你联合医生对我不管不顾 可惜 我服大命大 你这个贱人 未婚先月 把我们临家的脸都丢尽了 现在你还好意思回来 我不来 怎么给妹妹送订婚礼物呢 明眼这里不欢迎你 没人 把他给我干上去 不许动我妈咪 你个小野种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小屁孩你少在这 快来听话 我妈咪被欺负了 裴总不好了 有人大闹订婚宴 知道 这不是 是选择 是林云一直在招待我 这杯子 我对他从一种距离感 小杂种 你是不是短剧看多了 在这演什么霸道 总裁的戏码 不需要演 我本来就是 妹妹 你没事吧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我倒要看看 你要让我付出什么代价 怎么 你也觉得这两个小杂种 在说胡话 这样吧 你现在带着他们两个跪下 向我道歉 我可也激我们不激 哎 哎 啊 我 我 闭嘴吧你 满嘴喷饭 小女 赶紧把你妹妹放开 戳 沐也来听我撑腰了 你荡荡临头了 快把这三个贱人给我丢出去 啊 啊 啊 你睁到眼睛好好看看清楚 看我到底是谁 他们看得很清楚 打的就是你 不说不少 五分钟刚刚好 你个小东西 我们家里 这是未来的裴府 等会裴总来了 我看你怎么办 我劝你们善良点 他们可是国际散打冠军 裴总到 我为什么觉得他那么熟悉 沐野快来救我 我为什么觉得他那么熟悉 难道我们之前认识 你放开我 帮帮我 我活顶你复杂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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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 再次见到你 会和我的心还是悔悟了 沐野你可算来了 他们都快把我欺负死了 你可以定为我做主啊 这位你试试 这位你试试 是 七年前 莫有称呼失去了记忆 这些年 我编资了所有人的甜蜜记忆 你的心里 谁都不贵 沐野 这事说起来挺丢人的 她呀 是雨萌的姐姐 叫林妍 七年前还了业主 被人家私奔了 估计啊 是被别人甩了 这不又回来了 哼 我有没有私奔 林雨萌最清楚 林小姐 麻烦你好好说 好好说你个头 可理 爹地妈咪你能不能不要吵架 就不能像别人的小朋友的父母一样 能能爱爱吗 爹地 小朋友 你们管错 我不是 妹妹早就调查清楚了 你就是我们的爹地 姐姐 你怎么能教孩子乱认爹地呢 这不教会他们的 傻爹真是他 年纪轻轻 眼睛就瞎了 莫言 不认我就算了 连自己的青骨肉都装作不认识 死渣男 我也想 莫言 你别搭理他们了 估计是哪个野男人不要他们了 所以他就利用孩子 故意找一个有钱人做接盘侠 林小姐 我说你还是赶紧找这两个孩子的亲生 如果他不想负责 那他就真的不是 哎 他不是个男人 连个人都算不上 你说什么呢你 妹妹 我现在在骂那个野男人呢 你激动个什么呀 难道你在心死那个野男人 滚了我的定婚宴 马上给我滚出去 啊 啊 林小姐 你要是这样我就只能自己出去 爹地 你竟敢这么对我妈咪说话 我要让你后悔 我改足以了 一个亿的合同 我要亲自处理 现在取消和培事的合作 一个亿的 你当这是过家家的游戏并 真是小死 呸 呸 不好了 一个亿的合同取消了 你说什么 你这小野主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 我妹妹没有 难道你有 你 渣爹 你再敢欺负我妈咪 就不是失去一个亿项目这么简单了 小朋友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你的爹地 再者说 一个亿的比人事来说真的不错 听见没有姐姐 赶紧带着这两个小杂种滚开 嘚瑟得太早了 你等着 哥哥 现在还不需要你这种身份的出手 看我的 三分钟 我要让林家的投资商 撤资 怎么 你这小兔崽子 演戏演商演了是不是 两分钟 林野 我劝你带着这两个小野主 赶紧滚出去 省得在这丢人心 三十秒 再死 一来 你不错 别怪我叫人 把你们三个争出去 时间到 现在三分钟时间到了 这我们 怎么还是一件事都没有了 林总 合作商撤资了 这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张爹 只要你想妈咪道歉 我就可以考虑考虑 帮你一马 莫言的身份何等尊贵 你让他跟林一言道歉 做梦 那就别怪我让裴氏破产了 小朋友 裴氏没有你想的 裴氏跟机枪的 朗朗的公司刚设计过那手 虽然目前财力雄厚 要真实对抗起来 未必能胜 而且会十分消耗精力 叮叮当当 我们今天来 是来送贺礼的 把礼物送到了 咱们就回家吧 这里乌烟瘴气的 让人心烦 都挺妈咪的 有小贱人 骂谁婊子呢 说谁谁知道 我说 我喜欢这 你敢逗我女儿 我和你拼命 我只是想 想什么 我警告你 如果你不想 那你就离他们远一点 我警告你啊 我就在闹我了 为什么我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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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的记忆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居然敢打磨眼 你是不是疯了 你居然敢打磨眼 你之前是不是认识 裴总你别演了 这样很没意思 难道 我也归附记忆了 不行 我要阻止这个记忆 他只能输用我 林爷 莫言是我的慰 你为什么故意 倒在他的怀里 是不是想破坏我们的感情 我们可以谈谈吗 我对渣男没有兴趣 你们两个最好 到死都不要分开 省得去祸害别人 宝贝 我们走 赶紧走啊 少在这暗夜 裴总 天一门 回消息了 天一门怎么说 裴总 只要天一门猪肯出手 那你脑部的血块 就能一散 因为一散我 这记忆 就可以知道 七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之前求我出山的人是爹地 难怪爹地 对妈咪这么冷淡 原来是失业了 只要我治好爹地 他肯定能记起妈咪 妈咪 我还不能走 我要留下给爹地治病 治病 行 绝对不能让李烟知道 莫言失业的事情 妈咪 爹地疼 就算莫言有病 也不需要你治 你怎么能推孩子呢 哪个孩子不是父母的心头肉 既然知道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 为什么还要不认定定和他们俩 他确实有病 不过那是精神病院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管了 林小姐 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 我们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哎 因为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莫言 你没事吧 林烟 你要搞清楚 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林烟 你是不是疯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莫言呢 我妈咪才没有疯 爹地 你求我的事情 我答应了 我这就给你治病 真是太好笑 你说莫言瞧你治病 你当自己是谁啊 天衣门主吗 你说对了 我哥哥就是天衣门主 林烟 你教的孩子还真是好 两个撒谎精 我才不是撒谎精 我这就证明给你看 绝对不能让他碰我 谁知道这个小野种在打什么伞 小野种 离莫言远点 我看你就是受林烟的指示 想要伤害莫言 你肩敢褪钉钉 是又怎么样 谁知道还要对莫言做什么 渣店 你联合绿茶欺负我们 肯定会后悔的 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 肯定会后悔的 孩子不仅和我有一样的态气 连行为举止 都和我小生了 难道 她真的是我的孩子 莫言 他们故意找茬 快说我们欺负他们 明明是你把婢婢推倒了 还说我们找茬 我是害怕他们伤害 莫言 我哥哥才不会伤害 渣爹 他只是想你渣爹治病 你脑子里是浸了多少水 竟然砍伤了这种无脑女人 个小贱人 我打死你 你不许欺负我妹妹 你故意推我 还有 你为什么 一直阻拦我 扎爹治病 到底按的是什么血 谁故意阻拦了 你颠倒黑白 冒充天一门主 谁知道你要对莫言做什么 你也不难不成 真不想我的病为治吗 行了 少说两句吧 宝贝 就算他确实有病 就让他病死好了 你们也不要管他 在这云城 能治好渣爹的病 只有我哥哥 真是有眼无助 不要后悔 我们才不会后悔 冒牌货 赶紧滚吧 只有治疗好渣爹 他和妈咪才能和好 我才不是冒牌货 我真能治好爹地 天一门主的身份 何等尊贵 也是你这个小屁孩 能冒充的吗 是啊 毛都没长期 竟敢冒充他一门主 要是让他老人家知道 肯定会连累我 小虎 就凭他呀 赶紧带着你这两个孽竹滚 你怎么能不能放干净他 沐言 你怎么能说我呢 是他们欺负我呀 我才没欺负你呢 你这个坏女人 我要封杀你 封杀我 你以为自己是总裁呀 还有你 冒还会一个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我到底是不是天一门主 别撤 门主生气了 必须五分钟真的赶到 你别说 学的还真像这么回事 哪儿学的呀 三 我看啊 他们就是在丢人现眼 二 八 把他们赶出去 一 门主 都起来吧 建门主 传闻天一门主很神秘 竟然是小孩子 这确实令人那一只心 别以为你找了几个演员 我就信了你的鬼话了 你爱信不信 什么演员 你给我闭嘴 你算什么东西 羽毛 怎么说话呢 我知道 你们收钱办事 我这里有一百 你们拿去 你告诉大家 林妍是怎么指使你 并没有人指使我 怎么 一百还嫌少啊 好 我再加一百 两百 总够了吧 真是岂有此理 妈 你给他们钱干嘛 他们冒充门主徒弟 迟早是要被处置的 只是 这事归根结底 是由林妍指使的 这回头门主大人要是知道了 该不会牵连到咱们吧 臭表 倦敢看我们临去 看我们打死你 他良心发现了 慕衍 你怎么能帮外人呢 闹出来 还嫌不够丢人吗 嗯 炸爹 我哥哥就是天衣门主 可以治好你的病 嗯 你治什么执念 再多说一句 你给我出去 爹爹 那我开始了 承受不住你就开口 好 好 快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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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安排最顶尖的医生 给我哥哥治病 莫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丁丁 丁丁 妈咪 已经安排好医生了 我们走吧 好 你没事吧 莫言 我就说嘛 他们就是骗子 哼 动不动我就吐血 还假冒店主呢 就是 八成是有什么病 可别传染给莫言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朝得我头疼 莫言 我不说了 那 咱们这订婚仪式 我有些不舒服 丢引起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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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狠虫一萌 你怎么这儿就走啊 我看大皮山蝎 刚才你小孩子吧 雷宗 这是 这是 就是 这是 李妍 你敢破坏我的定婚姻 这就是 医生 救救我的孩子 交给我们吧 我们会尽力的 啊 谢谢啊 妈妈 哥哥该不会被反伤了吧 你的意思是 陪梦也是故意的 哥哥 你为什么要妈咪去对街 我明明可以让秘书去的 我是想给爹地和妈咪制造机会 他们之间有误会 哼 大家都那么对妈咪了 你就不怕妈咪受欺负 妹妹 你和妈咪都误会了 其实爹地一点也不扎 不听不听 我把你交 裴总 负责人竟然是你 怎么 裴总觉得我不合适吗 看来我们的合作也没什么必要谈了 请没别人 小调皮 你认真起来的样子 还挺帅的 那是钱 医生 丁丁到底怎么样了 怎么还没有醒过来 孩子没什么大碍 只是体内旧伤未愈 需要静养未愈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原来不是因为鼻毛 是我想多了 妈咪 你放心 哥哥不会有事的 是我不好 我没照顾好你们 我竟然都没有发现 丁丁有旧伤未愈 丁丁 妈咪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能治好爹地 你都这样了 还想着给扎爹治病呢 陪墨炎他根本就没有病 他就是故意的 不想认我们 妈咪对爹地的误会还是很大 我现在还没办法立刻帮爹地清除血块 打通人多二脉 要让他们多接触才行 因为你爹地就能想起妈咪了 妈咪 妹妹有个和爹地公司的合作 你去对接吧 让妹妹留下陪我就行 为什么要妈咪去对接 你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自己去我怎么放心 算了 还是我陪你去吧 好了好了 你呢就好好休息 当当 照顾好哥哥 嗯 合作方负责员马上到 来了 是吧 难道我们之前也合作过 陪墨炎 你这个渣男 装的还真算不认识我 渣男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你都有未婚妻了 还对我动手动脚的 但是我都有未婚妻 我想告证她 确实不是想告证你 抱歉 是我冒失 裴总平日里那么冷漠的一个人 竟然会给林小姐道歉 看来裴总真的很看重林小姐 林小姐坐 往后 需要 把他等手动起来 杀力 就好 我要 用 把他捣 铺 把他捣 换 把他捣 换 换 莫言 我做了猪肚汤 你个贱人 又来勾引莫言 莫言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啊 我们只是在太阳头做 妈咪 你们睡吧 我没事 你们怎么来了 你竟敢欺负我妈咪 我要你好看 你怎么要我好看 你这个小杂志居然敢害我 我没有在害你 你刚才是被我轻轻一推就吐血 可见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而我可以救你 你之前还说能救莫言 结果却自己进了医院 我才不信你个鬼话 竟然他不信 你也不必多说 不是谁都领你的情的 妈咪 我没指望他领情 只是觉得他年纪轻轻 就这么没了 还是蛮可惜的 哥哥 他坏事做尽 上天估计看不下去了 才想着早点把他带走 我们就别多管闲事了 我才不是多管闲事 我要让他来求我救他 逼他说出七年前爹地妈咪分开的真相 他赶着去死就让他去吧 我们走 别以为你们一唱一和 就能打我怎么样 我身体可好得很 我还有个味 我 我 莫言 林妍 都是因为你 莫言才会对我如此冷漠 给我等着 阿姨 好心提醒你哦 不能喝含有酒精的饮料 不能被重物撞击 这样会死得更快哦 你 你 怎么 不能喝袋锦精的饮料 我不信还真能把自己喝死了 我这不好好的吗 他 他说的 是真的 林小姐 医生 我这是怎么了 林御师 您刚晕倒在路边 被送到了我们这儿 难道被叮叮说中 我要死了 医生 我不会真的要死了吧 林御师 您的身体各样指标都很正常 数据显示您非常健康 短时间的话 应该不会死亡 我刚才真是脑红锦水 竟然信了那个杂种的王 那你说和大蠢气干什么 杀死我了 医药费是我垫覆的 您能不能先把医药费转给我 我堂堂林家不差你这点钱 羽毛啊 你看看莫言有没有空 咱们一起吃个饭 我想知道 莫言对你们的婚事 到底如何打算的 爸 我来安排 好 扎爹真是眼瞎 找那种女人当未婚妻 是啊 不过 他们俩也真是绝配 省得出去祸害别人 哎 妈咪和妹妹 对扎爹的偏见还真是大量 看来想要爹地和妈咪和好 还真是认重到我呢 丁丁 你有什么想吃的 跟妈咪说 妈咪今天给你好好补一补 妈咪 我想喝粥 好呀 嗯 这附近刚好有一家粥店还不错 咱们出发 好耶 走 谢谢 来吧宝贝们 看看想吃什么 随便点啊 我要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好 姐姐也在啊 爹地 你也喜欢在这里吃饭啊 你乱叫什么 他才不是你的爹地 阿姨 你的脉象比之前更加紊乱 要是再动气震到五脏六腑 就会马上暴毙而亡 你闭嘴你这个小杂种 你胡说什么呢 你本来还有五天的时间 现在不消片刻 就会出现皮肤泛红 鼻腔出血的症状 稍后你便会暴毙而亡 如果要是你能说出七年前的真相 我或许可以考虑救你一命 七年前什么真相 什么七年前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过眼 你看 他们诅咒我 同样无情 况且你也没走 爹地 我没有诅咒他 我只是好心提醒 时间应该不多了 没什么你 你竟然诅咒我女儿 就是 你这个小杂种 敢诅咒我女儿 敢我不打死 谁敢动我儿子 我和他拼命 够了 都少说两句 墨爷 你怎么能向着外人说话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啊 你喝一个孩子就叫什么 丁丁看起来 不像是会说谎的样子 裴总 你的意思是 我们家雨萌 真的要死了 这真是可笑 这不可能 裴总 你不觉得能预测人生死 未免过于离谱了吧 我劝您呢 最好别被骗 确实如此 预测人生死 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我看 就是临眼搞出的诡计吧 爱信不信 反正要死又不是我 阿姨 你的身上已经开始泛红了 羽毛 你的脖子 快看一下 你只剩三分钟了 不过是闻成丁咬 抓过以后皮肤就会泛红 有什么好稀奇的 还三分钟以后就会死 傻子才信 就是 小小年纪学什么不好 学骗人 撒谎惊一哥 我哥哥才没有撒谎 好了等等 我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羽毛 孩子说得这么肯定 要不然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这样我们两个人也能放心 爸 我刚从医院回来 那医生说我身体健康得很 别听他们瞎胡说 对 医生都说没问题 那肯定就是没问题 这个小兔崽子 还能比医生还神呢 还剩两分钟 你演的还真像那么回事 要不是我去医院检查过 这说不准 我还真就现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一个不三不四的女 怎么能交出来好孩子呢 不许你说我妈咪 我妈咪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 全天下最好的女人 未婚先孕 还私奔呢 还抛弃了 抛弃了什么 没什么 自然是抛弃了前男友了 敢污蔑妈咪 借着你机会 你一定要会有人亲口 说出七年前的事 一分钟倒计时 你的鼻子马上就会流血 丁丁这么小 应该不会撒谎 小孩子会不会撒谎我不知道 但是体检报告单 不会撒谎 阿姨 半分钟之内就会吐血身亡 要是你说出真相 我会马上救你 丁丁 你别说了 倒计时 十 九 林爷 七年前你就谎话连骗 现在你的孩子也跟你一样 你说的全是真 一毛 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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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救救我 现在你知道我哥哥厉害了吧 晚了 早干嘛去了 只要你愿意救我 你要做什么我都愿意 真的做什么都可以 我 我 我说话算话 求求你救救我 我还不想死 我可以救你 但是你必须说出七年前 爹地妈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小贱人春火大气 就是咱们莫言和林爷和好 不行 不行算了 妈咪 我们回家 不要 我答应你 羽毛 你不能答应她呀 你 妈 你别说了 我自由打算 只要你愿意救我 我就说出七年前的事 好了 经脉已经通了 我感觉有力气了 妈 妈 我真的好了 你现在可以说出七年前的真相了吧 我跟裴莫言之间 难道真的是我 我跟林爷难道真的有过感情就可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让我说出真相 七年前 当然是 林爷和野男人死奔 你还敢狡辩 本来就是你 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刚才运工给你疗伤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打通你堵塞的经脉 就等死吧 妈咪 我们走 李爷 你不准走 让丁丁救救你妹妹 难道你只要看着你亲妹妹死在你面前吗 他都能看着我死我为什么不能看着他去死 啊 啊 啊 我错了 七年前的雨燕 林爷 和裴莫言 七年前的雨燕 林爷 雨天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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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莫言 你没事吧 走 走 走 我们去医院 快去医院吧 走 莫言 丁丁 你今天也累了 我们先回家吧 好 哎 不行 你还没有治好我 你不能走 你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爹地什么时候知道真相 我就什么时候给你治病 莫言清醒了 我就告诉他真相 丁丁这么说 顾着的账 这还差不多 妈咪 我想等爹地醒来再离开 嗯 好 医生 莫言 他怎么样了 裴总 你这没事了 只是 他已经背叛我 看到他受伤 我怎么还是那么担心 这是什么 需要静下为疑 切不可撒手刺激 难道刚才爹地想起了什么 说到自己才会晕倒 等莫言身体好点 我再告诉他真相 他现在不能受刺激 哎 好吧 爹地真没用 这点刺激都承受不住 丁丁 裴总已经没事了 我们先回去吧 嗯 妈咪 我们回家吧 哎 记得你们答应给我治病的事 他好傻 你说 你是不是搞事情了 想不到 他这么好骗 还以为自己随时会死 哎 我调皮鬼 好啊 果然是找 我早就恢复了 我想起了 七年前 你怀孕的时候我见过你 七年前你何止见过 我没有孩子 你全心全意爱 只是你后来变了心而已 裴总不必这样 有时间还是多关心未婚妻 以免被误会 裴总听不懂人话吗 七年前的事情我会查清楚 一个人带着孩子 也确实可怜 我会帮你找到孩子的父亲 孩子的父亲 如果你不想再被打 现在滚远点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帮帮你而已 妈咪在气头上 妹妹你就别吞吵了 否则 爹爹被人残废了 不需要 就算你们考虑自己 也考虑一下孩子 林立宇可是会感冒的 现在知道关心孩子 早死哪去了 行驶什么会这么厉害 林立宇都是你逼我的 我要让你身败名利 妈咪你快接啊 我帮妹妹说 喂 你说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七年前的真相吗 我就给你个机会 你到底来不来 好 我会诊实的 我倒要看看 林雨萌又耍什么花样 妈咪 谁的电话呀 没什么 妈咪今天有个同学会 同学会可是攀比的地方 妈咪一定要好好打扮一番 妈咪 给我带来礼服和珠宝 立刻马上 不用了 当当 妈妈穿这身就挺好的呀 而且那些礼服我也穿不习惯呢 妈咪去去就回 丁丁 你照顾好妹妹啊 嗯 妈咪我一定会照顾好妹妹的 真乖 那走了啊 真是好久不见 羽毛 你来了 你现在的身份 可是非比寻常啊 马上就要成为裴太太了 羽毛 等你以后发达了 可不要忘了我们这些好姐妹 那肯定的 你好 太上齐了 太上齐了 羽毛 你快尝尝合不合胃口啊 不着急 还有一位没当呢 还有一个 林妍 你还有脸来啊 那是比不上你有脸啊 那么高调秀恩爱 却跟别人撞老公了 那也比不上姐姐你啊 七年前跟人鬼混 生下孽种 现在又来勾引妹夫 七年前的事情 我清楚 你心里更清楚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七年前要不是你 我就不会背负上 跟男人私奔 偷生野种地骂你 这些年你一直嫉妒我 什么都要抢我的 现在还要来无信我 当年勾三搭四 人尽皆知 现在居然还想愿望别人 就是 我要是你 早就带着两个孩子去跳河了 闭嘴 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的孩子 算了吧 毕竟过去这么久 我们也没什么证据 当年的视频都存在了优盘里 我一直以为丢了 想不到你还一直保留着呀 玉萌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可是当年唯一的证据 她可是我的亲姐姐 我怎么忍心 玉萌 你就是太善良了 原来是红门宴 玉萌这么护着你 你居然还有脸勾引她的未婚夫 玉萌 能不能别装 你不嫌恶心 我还觉得恶心呢 你这个欺软趴隐的贱骨头 真不要脸 谁能比玉萌更不要脸 妈妈是小三上位 自己更是知三当三 处心积虑地勾引裴莫衣 你胡说 莫衣是喜欢我才跟我订婚的 你急什么 裴莫衣既然这么喜欢你 她怎么还不娶你 这阿爹都那么欺负妈咪了 你为什么还要帮她 爹地是失去了记忆 不是故意让妈咪伤心的 你说什么 之前爹地找人 求到了我名下 说爹地失忆了 让我给他治病 只要血块清除 自然就会恢复记忆 那怎么才能让爹地 提前恢复记忆呢 受到足够的刺激 把脑部的淤血全部排除 自然就会恢复全部记忆了 林雨萌一直阻拦你给扎爹治病 这么说 都是那个林雨萌搞的鬼 对 林雨萌这么坏 妈咪会不会遇到危险 我故意让妈咪去的 只要爹地受到了足够的刺激 一定能恢复记忆 我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 好好啊 走 我们去找妈咪 嗯 爹地 速来新月酒店 妈咪被欺负了 走 沐妍痴痴不跟我订婚 都是你这个贱人勾引的 林雨萌竟然敢这么嚣张 今天可要好好地叫醒了 来人 把这个贱人给我按住 你 林雨萌 你敢这么对我 丁丁是不会给你治病的 你会死的 你也以为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既然你这么喜欢高颖男人 那今天我就让云城所有男人 都看看你浪荡的样子 你干什么 再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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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已经是最快了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 姐姐 你别看我 别再费力气 好好享受 放开我 放开我 啊 你 你 放开我 妈咪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这两个小杂种 那就让你们好好看看 你们的妈到底有多下跃 敢欺负我妈咪 给我上 妈咪你没事吧 没事啊宝贝 为什么 你快放开我 你快放开我 灵犬你这个贱人 看我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爹地只会给我妈咪出气 你竟敢欺负我妈咪 给我好好教训教训她 妈咪 以后我来保护你 当当 这样太危险了 妈咪会担心的 妈咪你别担心 我会保护妹妹的 好 你别担心 我会保护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办 都变形了 最害硬的 你慢点 慢点 你们承认打我 我要告诉莫言 莫言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是吗 那我就拭目以待喽 莫言 莫言来给我撑腰了 你们死定了 莫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看到没有 爹地来是来喂妈咪的 为他的人是我 你为什么要关心莫言 你让我放开我 莫言 我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丁丁当倒不会随便她 莫言 你怎么听这俩个小杂种说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叫林烟来同学会就是为了欺负林烟 莫言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欺负姐姐呢 我没有 丁丁早就跟我说过 你办这场同学会的幕 你就是为了欺负林烟 我真的没有 爹地妈咪的胳膊受伤了 啊 啊 啊 海总 这点小伤没关系的 丁丁 我先去医院 啊 啊 莫言 你给我等着 小杂种 你要干什么 把优盘还给我 拿着这个优盘 就想让我妈咪难堪 做梦 你不是想让大家看到 优盘里面的内容吗 我如你所愿 你要干什么 自然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才是小三 你才是破坏 爹地妈咪的坏女人 想撒场 你再乱说 我打死你 打我 我可以救你 也可以废了你 不信你 是是 妹妹 你可以行动了 哥哥 都准备好了 我要让整个云城的人 都知道 谁才是勾引 别人老公的小三 你们以为这样 就能让裴莫言 知道真相吗 太天真 裴总 你不必这样 我自己可以的 你别动 你就不怕 你未婚妻误会吗 我会处理好她了 现在我只是想 遵从我内心的想法 莫言 莫言 你说你最爱的人 只有我 你怎么都会被诺言 我现在只相信 自己的感觉 你不是我要找的人 你一定会后悔的 死到临头还嘴硬 当当你快让她看看 跟爹地相爱的人 到底是谁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爹地和妈咪是最恶爱的 怎么会这样 我记忆里那个人是羽毛 明明就在我身边 却靠近了另一个女人 你们 我除了这么多 我竟然想背叛她 孟爷 我知道 你最近被灵眼蛊惑 迷失了初心 但是没关系 我可以原谅你 从今以后 我们好好过日子 好不好 羽毛 说不对 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我很想靠近你 可是我不能对不起羽毛 就这样办 终究是留缘无分 裴莫言 你真的要跟她结婚吗 以后我们还是保持距离 我的妻子 只能是羽毛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三番两次地来招容我 明明我已经对你死心了 你为什么 总是在我要放弃的时候出现 让我慢慢沦陷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对不起灵小姐 是让你误会了 还有一个误会 是我不该相信 我不该对你抱有任何幻想 是我太傻了 我早就知道 丁丁动了我优盘的内容 刚才不过是演戏给你们看罢了 林妍 你彻底的熟了 你彻底的熟了 林妍这个贱人贼汉捉紫 竟然还敢在原配面前晃一 这下全城的人都知道他是小三了 要是我呀 恨不得撞墙而死 对啊 妈咪呀你别伤心 还有我和哥哥呢 我们不要爹地了 妈咪呀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找爹地了 爹地已经死了 他不配做我们的爹地 林小姐 如果是我让你误会的话 我可以补偿你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我要的不是赔偿 除了赔偿我给不了你任何东西 我马上就和雨萌完婚了 以后 请您和孩子 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我打扰你的生活 真可笑 我竟然在同一个男人身上跌倒了两次 两次 够了 裴墨野 你不要再装了 是我挨了巴掌忘了头 从此以后 你我脚归墙 路归路 婚伤嫁娶 互不相干 远无岁月可白头 从此天涯 陌路人 裴墨野 从今以后 你我再无瓜葛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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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模糊不着回忆 这个是我陪家 给儿媳妇的祖传玉妆 已经没有人会在意 好了 现在 你是我老婆 你视线停留在一条影 还不再心想 莫颜 莫颜 我想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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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我听腻了 别碰我恶心 太好了 爹地想起来了 莫颜真的想起来 但我欺骗她的事情就暴露了 是要听完了 这个鼠桌是我奶奶给我的 她怎么会在你上 裴墨野你不要再装了 莫颜 爹地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不要你了 对 我们要换新爹地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为你 咱们回家 嗯 真灰气 赶紧走 你们才走远点 看到你们才是真正的灰气 你 我奶奶的玉珠 为什么会在林檐那 那是林檐抢走的 从小 她就横行霸道 我也不敢抢回来 是啊 林檐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嚣张跋扈的 可让我们羽蒙啊 吃了不少苦 裴总 你跟羽蒙的相爱过往 我们都看到了 可不能辜负羽蒙啊 对啊裴总 你准备什么时候和羽蒙结婚呢 大屏幕里的都是林雨某 可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全是林檐 莫言 你刚才 该不会只是说说而已吧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我就筹备婚礼 后天结婚 妈 这件事您就别管了 全云城的人都知道 你和羽蒙相爱 你还要让羽蒙等啊 我们陪一家的颜面何在 母母 羽蒙 你放心 你是我认定的儿媳妇 你如果不跟羽蒙结婚的话 我就死给你看 知道了 言言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啊 表哥 我终于见到你们了 妹妹 这么多年你带着孩子生活了 我和哥哥们 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 哇 你们就是舅舅呢 真帅 对了 大姨呢 她怎么没有一块过来 我妈 我妈她去世了 没头之前啊 还放不下你 我们都知道你这些年 受了很多苦 你放心 事情我们都会调查清楚 如果诬陷你那件事 真的跟裴蒙言有关的话 我们不会放过她 帅舅舅 你能别提那个晦气男人了吗 我带你们回家 我家里有很多好吃的 喂 舅舅带你回家好不好 好 走了 走吧 妹妹 嗯 你就住这儿啊 这也太委屈了 你快上楼去收拾东西 咱们搬到大别墅里住 不用了 哥哥 住这儿挺好的 哎 你可是我们的小公主 怎么能受这种委屈呢 明天我就派人 把这里好好收拾一番 可不要拒绝哦 好 吴总 裴侍负责任已经到了 您看 知道了 我马上回去 裴侍然要来谈合作 我都要看 她有多大的能耐 大哥 二哥 你们放心去忙 我来陪妹妹 你们谁都不用陪我 思雨 你先去带着爷爷和孩子们买点礼物 过几天 就是孩子们的生日 保证完成任务 来 走了我去买礼物了 我们走 舅舅拜拜 舅舅 当当想要买好看的小军雪 没问 咱们走 妈咪 妈咪 来我给你吹 为什么我的心里会这么难受 难道 谢谢哥哥 妹妹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我希望你往前看 嗯 我明白 走吧 哥去给你买身新衣服 咱们换个心情 妈咪快走 我们去买好看的衣服 走吧 走 哎 慢点 这件礼服真好看 礼服好好看呀 哪来的熊孩子 后悔你陪得起吗 哎 你怎么说话呢 我说的是事实 看你怎样 买不起赶紧滚 你们店门槛还真是低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 你这种过河拆桥的人都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 谁过河拆桥了 要不是我哥哥出手致命 你早死八百次了 你请人总说什么呢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好大的胆子 林远 你还真是好手段 这才多久就要勾搭上新的男人 我妈咪才没有 整个云城都知道 我妈咪就是最不要脸的人 你给我闭嘴 谁不知道你更不要脸 竟敢请自己姐夫 我可没有请陪莫言 是莫言自己喜欢我 可能就是看我比姐姐年轻自己 你脸都丑成这样了 还年轻 真不知道渣爹怎么那么咽瞎 竟然看上了你 妹妹 你别这么说 爹地心里只有妈妈一个人 你所谓的爹地 明天就要和我结婚 他的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什么 白莫言 你偏偏选择明天结婚 那是我剩下叮叮当当的日子 你真的好狠心 我爹地才不可能跟你结婚呢 怎么 不信 那明天你们可要睁大眼睛 好好看清楚 姐姐别是不敢来吧 我有什么不敢 那我和莫言明天就等着你 你放心 我们一定准时到 那我明天就等着你来 哥哥 我为什么要替妈妈答应 生活总要往前看嘛 要勇敢面对过去 当然是去看爹地的笑话 丁丁说的对 我对裴莫言 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这次去他的婚礼 也算是对过去彻底告别吧 用不用我陪着你 没事 我自己可以的 舅舅 你放心 我和哥哥会保护好妈咪的 嗯 我来参加陪莫言的婚礼 心里还真有些不舒服 难道 不会的 我对他已经没有感情了 妈咪 你别这个表情 今天可是你的主场了 什么我的主场啊 今天是裴莫言和林雨萌的主场 妈咪 你要昂首挺胸 把爹地抢回来 你别乱说 这样会让人误会的 误会什么 没什么 你今天怎么过来 当然是你未婚妻邀请我来的 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里 看来爹地还是喜欢妈妈的 要撮合一下 姐姐来了 想必也是来祝福我和莫言的吧 是啊 我祝你们 结婚快乐 百年好和 那就谢姐姐吉言了 莫言 客人还在等着我们 我们先走吧 莫言 你既然来了 我不送你一份大礼 可说不过去 宝贝们 饿不 带你们去找点好吃的 嗯 走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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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好吃好吃好 自己照顾自己啊 呦 来了来了 好好好 哎呀 你们也来了 来来来来 来 来 人眼 我警告 今天是你妹妹的订婚宴 你最好别在这找事 哦 死丫头 你敢搅乱我们家羽人的好事 我叫你吃不了兜着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哟 好大的口气 一会儿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七年前林烟跟野男人私奔 如今又大闹丁婚宴 该不会又想勾引赔子女的 真是看不出来啊 林烟竟然是这种人 不过这林家良女抢一个男女 可有好戏看了 你听听 你唱唱 这都是你一般的好事 你这个不孝 他们打死你 姐姐 你怎么能推爸爸呢 别在这盘亲戚 我妈只有我一个女 你居然敢这么说话 我们林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当初我妈尸骨未寒 你就把这个狐狸精取尽 我哪里比得上你啊 你怎么说话呢 爸 林烧烧气 我们上 这个贱 简直打你不斗 你和这个狐狸精在这勾三打死 你还有资格说我 姐姐 我喜欢的人你都要抢走 现在更是你 你为什么就是见不得我幸福呢 林烟蒙 你这个演技 不去做演员真是可惜了 你 烟蒙 你别怕 你是我认定的儿媳妇 没有人 能欺负得了你 还不赶快把这个勾三打死的女人给我赶出去 妈 你别这样 我怎么样了呀 雨萌才是你的妻子 这个女人和野男人不清不楚 还生下野楚 你竟然还护着她 七年前我没有和野男人私奔 是有人敢做不敢当 林烟这些什么意思 我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林小姐 七年前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穆言 姐姐当年和野男人私奔 七年前可是轰动了整个云城 在座的各位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不信 你可以问我 是啊 林烟当初跟人私奔真是把林家的脸都丢尽了 就是 跟人私奔不够 还敢供应自己的妹夫 这种人怎么不去死啊 难道他真的是 莫言 你好好和雨萌完婚 像这个贱人 就应该被赶 待会儿傅家三公子要来 可别让他们看了笑话 是啊莫言 既然姐姐不想祝福我们 那不如就让他走吧 快来人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负我妈咪 小杂种 你给我闭嘴 你还快滚 档档 你们竟敢 欺负我妹妹和妈咪 我要你们好看 没事吧 档档 妈妈给你做主啊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护着这小贱人 真是高兴 那我能不能做主 又是他 看来他们的关系 真的不一般 那不是傅氏的小公子 傅思远吗 他带这么多礼物来 是来送贺礼的吗 我并未听说傅氏 跟排斥有交集啊 那还用说吗 今儿可是我家女儿的结婚日 那肯定是来送贺礼的呀 玉萌啊 我看八成是来给你送贺礼的 我 可是我不认识他呀 哎呀 你个傻丫头 就凭你这相貌 在云城 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说不定 是慕名而来的 之国呀 咱们家女儿 多长脸呢 那小副总 都亲自来送贺礼了 玉萌 赶紧过去 别让小副总 等太久了 爸说的是 我这就去 我要让云城 所有人都知道 今天我淋雨萌 到底有多疯狂 想不到 这小副总 竟然这么喜欢我 珠宝和礼服 都是我最喜欢的 谢谢小副总 那些礼物 我很喜欢 这些礼物 跟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难道跟你这 黄领婆的妈有关系 这都是送给我妈咪的 你要不要听听 自己在说什么 真是搞笑 是 堂堂小副公 做这么奢华的礼物 给这个大孩子的寡妇 真是笑死人了 这些东西 都是给我的 这些礼物 要是给你的 我淋雨萌 倒立吃屎 揭晓真相的时刻到了 这些礼物 是送给林妍的 这些礼物 是送给林妍的 什么 大家都睁大眼睛 看清楚 穿着裙子 是怎么 倒立吃屎的 你个小剑人 你给我闭嘴 怎么 敢说不敢做呀 你们林家 就交出来 这样的好女儿 是啊 小副总 真是送给林妍的 我还以为 是给林雨萌的呢 你没看吗 林雨萌都快气死了 刚才说 自己倒立吃屎 小副总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林妍这种 不剪点的女人 还带了两个小杂种 你怎么能 给她送林啊 我不给她送 难道给你送啊 像你这种 没有素质的人 我跟你说一句话 都感到恶心 你 我知道了 你就是七年前 跟林妍私奔的 那个野男人吧 怪不得你这么固执 副家好歹 也是豪门世家呀 怎么能生出来 你这种人呢 你说现在 这是什么事的 啊 狗男女 都敢这么胆大 抱歉了吗 林雨萌 你属脸谱的吧 变脸这么快 你敢说 她不是你的野男人 难道 她真是和林妍 出国的那个男人 可是我为何如此心动 难道我对林妍 她不是 她是我 她是你什么 你怎么不说了 我看啊 你还是心虚 给我闭嘴 再敢欺负炎炎 我让你吃不了冬之祖 哎呀 大家快来听听啊 这都叫得这么亲密了 还说你们俩没事 谁信呢 你爱信不信 对了 我跟你说 你已经被赶出林家了 现在 赶紧困 就是 看着你我就觉得晦气 还好意思来婚礼 我呸 如果不是林雨萌喊我 我压根就不会来 不过 裴总才是这里的主人 如果要赶我走的话 得裴总亲自说 莫言 姐姐摆明了 就是想破坏咱们的婚宴 你就让她走 是你无人人在先 况且来者是客 我裴家还没那么小气 莫言 雨萌是你以后的妻子 你应该站在她这边 怎么能替外人说话呢 妈 我帮礼不帮亲 好一个帮礼不帮亲 七年前你伤害炎炎的事 我好好跟你算 七年前我欺负林妍 算了 没必要再说了 我们走吧 七年前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放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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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大老傅元生 还有投资天才傅云昭 他们也来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能看到傅家三公子齐聚一堂 燕燕 你没事吧 没事 莫言 你没事吧 没事 好啊 林妍 你果然这么不要脸 没想到你不止高引一个男人 居然还高引了兄弟三个 我看你是心脏 看什么都脏 人才不会像你一样 不知羞耻 哼 别仗着你是傅家公子 就可以欺负我女儿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怪不得 林雨蒙这么不要脸 你说什么呢你 是不是胡说 你心里最清楚 我不许你们这么说我吗 这里不欢迎你们 你们马上给我滚 哼 你以为我们稀罕这里啊 我警告你 赶紧带着你这两个孽种 给我走 林家不欢迎你 我看阿蜜 这辈子最惠奇的事情 就是收在了林家 你你你 你个小兔崽子 看我把你 我 滚 滚 感动他们弄死我 大家快来看哪 我家打人了呀 你们都来看看 这是什么人哪 打的就是你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当年 你是怎么欺负妍妍和孩子们的 哼 现在 你要是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我就把你们赶出云城 这孩子到底是你们三个哪一个的呀 不得不说 还是姐姐会玩啊 为了寻找靠山出卖身体 还一找就找兄弟三个 闭嘴 莫言 你说我干嘛 我只是实话实说嘛 爷爷 他们是你怎么靠山的 莫言 你既然这么想我 是又如何 有些人的承诺 不过就是说说而已 你会不会 一直对我这么好啊 放心 我会做你一辈子的靠山 不配当我爹地 莫言 我们走吧 赶紧走 别毁了我的婚宴 你不说话没人办你当哑巴 你和我长得像 说话神态也这么像 难道他 这小孩 跟裴总说话 言行一模一样 这该不会是裴总的孩子吧 那这么说 林言七年前 难道叮叮咚当当 真的是我的孩子吗 这孩子长得 确实和莫言有点像 那是莫言 肯定不会和那种女人 有瓜葛的 闭嘴 他们怎么可能是 莫言的孩子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 给你们家当牛做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心里最清楚 我们走 他说的给我们家当牛做马 是什么意思 莫言 姐姐他已经胡言乱语了 我没问你 还能是什么意思 传言我脾气太差 以后是个恶婆婆 赶紧的 定婚一试 继续 羽毛 这是我裴家的传家御坠 今天就交给你了 这是什么 我奶奶送给未来孙媳妇了 现在是你 这个吊坠是裴家族传的 不能让他随便 到了明语盟手里 莫言你 这个吊坠 是要有裴家子嗣以后 才有资格记上的 现在又不是时候 你们结婚以后 这不是早晚的事情吗 妈 今天这个日子不合适 我会让木助理 再挑一个日子的 我公赛有事 先走了 别急 盐盐 跟我们回家吧 是啊 哥哥们 不忍心你们受委屈 你喜欢什么衣服 哥把商场买下来送你 盐盐 想吃什么 大哥带你去啊 不用了 哥哥们 你们快忙去吧 三位舅舅你们放心 我会照顾好妈咪的 还有我 真乖 那过两天 舅舅带你去大餐好不好 好呀 跟舅舅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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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七年前的事调查清楚 是 裴总 裴总有空 还是多去关心一下自己的未婚妻吧 免得被人误会 裴总你听不懂人话吗 七年前的事我会调查清楚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林小姐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 请你给我个机会解释 别打扰爹地和妈咪 好啊 那我给你个机会解释 先上车吧 我送你们回家 裴总 车到了 让叮叮当当先上车 谢谢爹地 走吧 去林家 是 裴总 不行 我得做点什么呀 裴总 裴总和林小姐抱在一起了 这次裴总肯定高兴 我这个月工资估计能涨一涨 你怎么开的车 裴总 都是我不好 我多注意 裴总 裴总 去送到这儿吧 爹地都送到门口了 你就进去吃个饭吧 等等 走 爹地你先坐 我这就给你去拿果汁 这可是我妈咪最爱喝的果汁 这芒果汁 也是我最爱喝的 妈咪 你快让爹地尝尝你的厨艺 粗茶淡饭 入不了裴总的眼 凑合吃吧 林小姐谦虚了 你这些菜 看起来挺不错的 妈咪的厨艺 堪比大厨 爹地你快吃 喂 裴总 刚才手下失误 把上等的牛肉 烤成了上等海鲜 您看 送到林家来吧 爹地送什么呀 我总不能白白吃你们的饭吧 送连海鲜过来 果然是家爹 连我们海鲜过敏都不知道 他们也对海鲜过敏 你们也对海鲜过敏 还想做我们爹地 你不配 我下次一定记得 吃饭吧 我来帮你 大可不必 要是让别人知道 裴总在我们这里刷碗 那林雨蒙不得把我吃了呀 哥哥 我为什么要这样帮家爹 他伤害妈咪有多事你不知道吗 那都是误会 而且妈咪很爱爹地 他心里一直没放下 不可能 我的妈咪绝对不是恋爱呢 妈咪不是恋爱呢 是爱过爹地 而且爱得很深 我只是不想让妈咪伤心 那我也不想让妈咪伤心 虽然我看不惯这爹 交给我吧 你 留下来给我讲故事 你不是不喜欢他吗 正因为不喜欢 才让他给我讲故事啊 我家的饭不是这么好吃的 给我走 那个我 他还设法让波塔姆先生 雇佣了第四只海鲤 这样海鲤们干活的速度 就变得更快了 然后就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开心地游泳 好了故事讲完了 你这么讨厌我 为什么还让我给你讲故事 你抛弃妈咪和我们 不讨厌你才怪呢 抛弃 妈咪我们也去卧室吧 我猜不去呢 我要去睡觉了 妈咪你怎么了 怎么感觉头有点沉 该不会是着凉了吧 我没事 妈咪走吧 我们一起去听 爹地讲故事 嘿 什么叫抛弃 妈咪 你和爹地要睡在一张床上 一张床上 我 我看其他小朋友的爹地 妈咪都是睡在一起啊 可是他 不是你们俩的爹地啊 所以我们两个 不能睡在一张床上 等以后给你们找到了爹地 咱们一家四口 再睡在一张床上 好不好 妈咪 你要是不跟爹地 哄我们睡觉 我就不睡了 哎呀 要不就答应孩子吧 今天麻烦你了 你个人带孩子 也挺辛苦的吧 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苦点也是应该的 喂 裴总 七年前的事情查到了 裴总先去忙吧 你头发烂了 啊 刚才我为什么会期待 难道说我对他 裴总 这是七年前的资料 七年前林烟追过我 我拒绝了 直觉告诉我 这个资料不是真的 我和林烟肯定不是这个关系 去调查一下 丁丁和当当的身世 记住 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是裴总 开饭了 开饭了 妈咪 爹地呢 当然是回他自己家了 妈咪 都那么晚了 你还让爹地一个人回去 太不安全了 当当 你对裴莫衍的态度 怎么突然变了 你说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 什么好处也没有 我只是觉得 他做我爹地 也还 行吧 好了 你们快吃饭吧 你说什么 好了 女儿别生气了 等林烟来了 好好收拾 都是林烟这个贱人 三番两次的勾引莫衍 害得我被莫衍训斥 再这样下去 我怕是要嫁不进裴家了 不行 你必须要嫁给裴家 要不然 我们林烟就完了 都怪林烟那个贱 要不是他 我们家雨萌 早就跟裴总结婚了 你 你也如果敢断我的财路 别怪我心狠熟了 我妈的遗物呢 姐姐想要遗物呀 自己来拿 怕你没这个本事 快把我妈的遗物给我 我当你是多厉害呢 也不过如此 来人 把他给我按住 哥哥 你怎么了 我总感觉妈咪状态不对 会不会被人欺负啊 走 我们去给妈咪冲药 嗯 林烟猫 你要干什么 根本就没有神移 这次你来了 就别想轻易离开 给我往死里打了 让他好好找找教训 你们想给谁教训 来得正好 跟你的贱妈一起死吧 来人 给我打死这两个孽畜 你们这群人渣 竟敢欺负我妈咪 还想霸占爹爹爹 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把妈咪出出气 别砸了我的滋花 别砸了我的花瓶 这一千万别砸 别砸 别砸 都说了别打我 小家人你是不是疯了 再敢说我妹妹 我就让你骂地找人 裴总之前那个项目呢 我们接下来 喂 莫言你快来救我 我快被零人打死了 会议暂停 去临家 会议时间 咱们另行通知 这儿 住手 莫言你终于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爹地 他们一下光骗我妈咪 还欺负她 莫言 他胡说 明明是他们来欺负我们 你看把家都砸成什么样子 怎么这么疼 莫言我是你未婚妻 我不许你关心灵言 她发烧了 我必须马上送她去医院 我不许我不许 灵言你去死吧 林小姐没事 只是有些发伤 您先去包夹一下背部的伤口吧 好 辛苦了 我怎么在这儿啊 是爹地送你来的 妈咪 爹地为了保护你 被坏女人伤了 他为了救我受伤了 妈咪 爹地真的很爱你的 你快去看看他吧 我这就去 爹地真的很关心妈咪 妈咪 妈咪你就不要误会他了 哼 这次算他有点良心 好了 裴组的腹部刀疤 可是有点深啊 看起来至少五年以上 可以考虑做个激光 以免增生 几年前 吃货的时候受得上 林小姐醒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没什么大碍了 还是需要多注意休息 看得出来 林小姐很关心老公啊 我开个单子 吐个三五天药就好了 他不是我老公 这么相爱 还说不是夫妻 我爹地和妈咪是最恩爱的 丁丁 你别胡说 走 回家 多少 行 唬 痞 啊 今天谢谢你了 裴总 那我先带孩子们回家了 走 妈咪 你的身体还很屈弱 不如让爹地送我们回去 不用啊 快闪开 照顾好你媳妇 很危险的 你身体还很屈弱 我不放心 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裴总送我们回来 爹地把妈咪送到卧室呗 否则妈咪又晕倒了怎么办 哥哥说的有道理 你能不能暴动妈咪啊 你们俩 裴总我自己可以的 你先回去吧 你还很虚弱 医生说了 你要多注意休息 我去 给你做碗面 裴莫言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这么关心我 难道对我 做什么好吃的呢 番茄鸡蛋面 好香啊 是不是饿了 好吃吗 还是老公做的最好吃 比外面那些大厨强多了 好了 你出去待这儿吧 我为什么觉得这衣服这么熟悉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做了份鸡蛋面 怎么了 是不合胃口吗 没有 我只是觉得 这个味道我很熟悉 我也觉得很熟悉 怎么可能不熟悉 这是你的拿手菜 总给我做 李燕 我们 李燕 我们 裴莫言 你为什么一会儿对我好 一会儿又要伤害我 我只是克制不住自己 想靠近你 你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妹妹 妈咪的嘴情还真是坎坷 关键时刻 还得看我出手 哥哥 别靠过来 丁丁 爹地 我热了杯牛奶 妈咪不好了 爹地不舒服了 你快去看看他吧 哦 莫言 怎么了 走 等着看吧 哦 哎 这也不发烧啊 看来没生病 啊 别走 别离开我好不好 哦 爹地还是挺意的 妹妹 还是你有办法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 炸爹实在太废物了 我不想妈咪伤心而已 妹妹妹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其实你还是挺喜欢爹地的 我才没有 哦 妹妹 我们快走吧 别打扰爹地和妈咪了 嗯 陪孟严 你到底怎么了 别离开我 我好生 陪孟严这是被下药了 刚才是丁丁叫我进来的 这药难道是丁丁下的 陪孟严你冷静一点 帮我 帮我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帮我 帮我 我会对你负责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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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你啊 不许再挠我了 听到没有 听到了 我就挠 我就挠 我记忆中的女人是灵妍 我要找的是灵妍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早就喜欢我了 我纠正一下 是你先扑倒的我 我 嗯 嗯 丁丁 爹地 我热了杯牛奶 多谢丁丁了 难道是丁丁给我牛奶里下药了 下药 不过还是得感谢丁丁 否则 我还不知道怎么抱得老婆归呢 你别胡说 谁要做你老婆了 你要干什么 我想起来了 我记忆中那个人是你 七年前那个人也是你 你想起来了 是什么意思啊 七年前我遭遇了车祸 失去了记忆 是灵异王告诉我 是他一直在我身边 所以你不是故意冷漠 你是因为失忆了 七年前 我失去了记忆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寻找办法找回记忆 我一直觉得我的心空了一块 直到现在 我才觉得我的心被填满 我竟然都不知道 以后啊 我们好好的 治愈灵异王 我并会放过他的 林妍那个贱人 把我们林家全都给毁了 哎呀 好了好了 你别生气了啊 当心气坏了身子 林妍她凭什么 莫言还那么护着她 哎呀 我的女儿啊 你就不应该这么对莫言 想要对付林妍那个贱人 还需要莫言出手 你要不要跟莫言服个软啊 可 你妈说得对 你去给裴总道个歉 喂 莫言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那么对姐姐 你给我个认错的机会 好啊 事实我让林妍付出代价了 你好好休息 嗯 我已经让莫助理看过了 后天就是结婚的好日子 你什么都不用管 只需要妹妹的嫁给我就好了 谁说要嫁给你了 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我的妻子 我会守护你一辈子 莫言 都是我不好 但姐姐砸了林家也确实不对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为你做主 那谁为林妍做主 莫言 你什么意思 七年前和我在一起的女人 真的是你呢 不是我还能有谁啊 莫言 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姐姐跟你说了什么 你骗了我这么多人 是你害我误会了林妍 到现在你还要跟我撒谎 你恢复起来 莫言 我真的只是太爱你了 你要为你做的事 必须待见 扑出去 我不要 莫言 让她把牢底做穿 终于等到爹地和妈咪的婚礼了 我太激动了 希望爹地对妈咪以后好一点 否则我可饶不了她 妹妹 爹地会对我们和妈咪好的 走 我们去教堂 嗯 啊 啊 妹妹 妹妹 弟弟 弟弟 没事吧 真好看 妈 芽芽 这是祖传的吊坠 之前是我不好 你 你原谅我吧 妈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受 真好看 林爷 想要你女儿活 十分钟内 赶紧到西郊厂湖来 妈咪你不要过来 小贱人你给我闭嘴 你别打当他 十分钟内赶紧到你这辈子 别想再见到你的宝贝女儿了 爷爷 怎么了 妈 当当被林玉蒙绑架了 来不及给你解释了 我先过去了 没事 孟爷 当当被林玉蒙绑架了 爷爷他一个人去 你快陪人去呀 我担心 妈你放心 爷爷一定会没事的 宝贝别怕 你妈妈 一会儿就来救你 你这个坏女人 当初我哥哥就不应该救你 你给我老实点 你就再也记不住你妈妈了 我爹地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好大的口气 今天我就看起我动你 他能把我怎样 住手 来得挺快的吧 看来 心疼你的宝贝女儿啊 林玉 你赶紧把当当放了 放了他 可以啊 拿你的命换他呢 我就放了他 妈咪 不要啊 你别动 等等 我耐心有限 我只数十个数 十 几毛 八 七 六 妈咪 不要啊 三 等等 我赢你终于来了 先生 死吧 我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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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住 我赢 你坚持住 你一定不能有事 我赢 我赢 妈咪 爹地很危险 必须尽快救治 夫人 夫人请放心 我这儿就把裴总送到医院 裴总肯定会没事的 快去 快去 我赢 莫言 你肯定会没事的 莫言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哥哥 爹地会没事的对吗 他服大命的 肯定会没事的 莫言 你醒了 你吓死我了 你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啊 我没事 慢点 我来 对不起 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 你 哥哥我们走吧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就你最甜 妈咪最美 拉米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新娘 好 爹地 到你了 爷爷 我想把我的医生就交给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好 我在这一天真的等很久了 好 婚礼圆满完成 现在请新郎亲吻你的新娘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